彰化因为早期盛产高丽菜 所以高丽菜饭成为在地传统的农家料理 有一家在北斗老字号的高丽菜饭 特别选用初秋种的高丽菜制作 放进了虾米 油 葱酥 素肉燥等等 搭配熟饭一起拌煮 米饭吃起来很湿润 非常入味 来这里还可以点一碗他们的综合汤 清甜的大骨汤加上了丰富的配料 一碗只要25块钱搭配起来超级满足 随着铲子拌炒 高丽菜饭在大锅里翻动 菜香 香菇香和油葱香 交织出浓郁的古早味 我吃了好多人 那个饭比较软比较好吃 你会上胃 如果萝卜汤比较低 那个肉皮也都不错 这个粉会饱 要陪你 很好吃 老少咸宜的好味道 出自青年级老板蔡承平 在炉火前灰汗的他 活有农家人的勤奋精神 他说这就是早期的农家料理 当地这边早期出产都是有高丽菜 那农家子弟的话就是比较独困 所以大部分吃饭都是直接攒在一起 那肉因为也没什么办法吃肉 所以就会加一点肉灶进去 拌一拌就这样子吃 那后面就是演变成 这边在地的一种特色小吃 味道要到位 高丽菜也用脆一点的初秋种 选的话会看它的地头 就是地头的部分如果 有黄吊或者是有裂开 那就是黄吊是比较代表说放久了 那裂开的话是代表它踩的时候太晚 就会比较过熟 红葱头也得一起挑选 在自己炸才能确保品质 我们在切的时候会看 如果真的是太烂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剔除掉不用 就是尽量挑比较完整漂亮的来做使用 红葱头当初有说 想要去从外面进来用 但是使用上我们觉得 比较没有那么香气没有那么够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是自己来自己做 做出来的味道会比较香气比较够 讲究每个环节 在锅中依序放入虾米 油葱 蒜粒 红萝卜和高丽菜 炒出香气后倒入高汤蔓威 再和台庚九号米一起拌煮 有别于坊间的做法 人家是用零的 那我们是要再下去拌炒 那就是要开 可能开小火再去炒 做炒的动作让它收汁 我们的米饭会比较吸它的汤汁进去 为了让每一颗米粒充分吸收汤汁精华 过程中得不断举起大锅产翻炒 也免不了职业伤害 我们常常都在炒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护药 因为它那个重量其实说实在 大概也要三四十公斤 所以你在半炒的时候 久了 久之后会有职业伤害 那它也是因为重量比较重 所以这种特色的高丽菜饭 比较少人在做 因为大部分都是用 淋酱汁的方式 用汗水和力气 成就出的高丽菜饭 厨食却让人惊艳 米粒软而不烂 伴随高丽菜的脆 和汤汁的自然清甜 香甜软糯 口齿流香 跟北斗其他的高丽菜饭不太一样 因为北斗高丽菜饭 都是淋酱汁上去的 那它这个是直接 就是像炖饭一样 我觉得它是比较算软的饭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口感的话就是 非常的在地跟实在 高丽菜饭是有炖的 所以说它很Q 而且它的米也是在地的米 所以说吃起来口感就是很不错 而且会有回甘的味道 每天在厨房忙碌 蔡成平说 福福在田州卖高丽菜饭 至今三十年 小时候常去老店帮忙 当时年纪还小的他 就见识到经营一家店的不容易 小时候为了要买手机 所以国中在外面也找不到工作 因为没人要用 所以人在家里帮忙打工赚钱 然后还记得那时候洗碗的时候 碗都洗不完 觉得怎么一直在洗碗 然后出社会以后就觉得 随着磨练觉得 各行各业都有在自己的心址所在 在社会上搭轮几年后 他发现大部分的老店 很容易面临世代传承的问题 自己的家业也不例外 我看过很多例子 其实很多老店 我以前在吃的一些老店都已经收掉了 因为我问的理由 他们是说年轻人没有要做 但他们身体也没办法附和 那我们这边我觉得 我们这种高丽菜饭 在这里来讲算是比较特别的 那我也不希望它是在这里 就是这样消失掉 抱持延续家业的使命感 两年前和姑姑提议在北斗开分店 拓展规模也延续老味道 用心炒出老店热卖的香炒面 有从熟跟自己的秘方去爆炒 然后爆炒完以后 我们会在最后滚了以后 我们会再把我们的面夹进去 做搅拌的动作 那它的原理也是跟高丽菜饭很像 就是让它做炒的部分 让它收完以后 它的面也会比较香 那我们的面跟我们这边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的面是比较细的 这边在地都是用那种黄面会比较粗 那比较细的我觉得吃起来 口感会比较好 淋上乌醋 蒜粒和肉燥 古早味的香炒面 是一碗滋味丰富的干面 细细的面条 西部酱汁 能尝到肉燥的咸香 淋上自制的辣椒酱 香辣开胃 超级对味 综合汤是高丽菜饭或香炒面的最佳拍档 味道好 用料更是大方 我们固定的是贡丸 然后豆腐跟油豆腐 那秋冬的话我们都是用菜头 因为它是菜头是当季的食材 那春夏的话我们就是用笋子 也是当季的食材 料多丰富的综合汤 一碗有贡丸 豆腐 油豆腐 白萝卜和榨猪皮 配上大谷冬虾汤底 清爽甘甜 只卖25元 CP值超高 这个综合汤的话 我就觉得它的料蛮实在的 豆腐就有两款 然后还有贡丸 还有这个菜头 菜头就是在这个汤里面 味道还蛮甜的 在北斗经营两年多 蔡承平说 有老店的名号是幸运 但鹿瑶芝麻利 自己要用心奋斗才重要 对员工要真诚 那对客人也一样 我们可能就是说 像有时候台风来的时候 高益菜会涨很多 两倍三倍 那我们在高益菜切的量 重量还是都不变 因为我觉得说 你量去减少 客人就会觉得 你这是怎么好像变少了 对客人来讲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亏欠 所以对客人也是要很真心 去对待他们 胡实的滋味里 也充满浓郁的人情味 蔡承平说 或许老店会功成身退 但还有他在延续古早味 再辛苦都甘之如鱼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吃 彰化鹿港的传统小吃 虾丸 虾丸因为粉红色的外表 看起来很喜气 所以当地很多人在喜宴上 拿来当作压轴好菜 象征团团圆圆 而在鹿港老街 城隍庙的后方 就有一家传承四代的 手工虾丸店 手工堕打的虾丸 吃起来鲜Q弹牙 不仅现场吃很够味 很多人透过了网路宅配 因此也成为店里的热销冠军 另外他们手工切丝的 卤肉饭配香肠 吃起来油润可口 喷香多汁 也很受客人喜爱 卤内香火鸟鸟生烟 这间鹿港城皇庙 从清光旬时期创建至今 不但是限定古迹 更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在庙的后方 还有一家传承四代的 手工虾丸店 在地人爱吃 也吸引不少慕名来的客人 很新鲜 然后也还蛮有嚼劲的 就吃起来 感觉又吃到下次的感觉 我们本身就是鹿港 我们常常过来这边吃 他们来讲就是说 味道是传承吧 也是有他们特色就是说 古古古早味啊 因为我喜欢吃 有那个家的感觉 所以我每天吃也不厌劲啊 这间在当地的知名老店 最早第一代老板叫石良 从唐山来台后 就经营面餐 直到第二代老板是永熙 开了餐厅做出虾丸 当成喜宴上的最后一道菜 结果深受客人欢迎 于是他将虾丸变成招牌 严满至今 目前由第三代老板 刘敬青和太太施力竹 一起经营 虾丸这一道名菜的话 这一道菜 因为虾子本来煮起来 就是有点原色嘛 那煮起来 那最后一道菜 为什么说出来 就是圆满 圆满 就是圆满 用虾丸去做一个圆满的结束 虾丸要脆残 全靠真功夫 断开虾肉纤维 所多根据机器来讲的话 你用机器的话 它本身搅拌起来 它是旋转 搅拌起来 它会变成那个 就是属于糊 会稠稠 现在这种手工豆虾 说实在是比较不科技 不过这种传统下来的口感 会比一般用机器的好的很多 做出黏性还不够 再混入花枝浆 增添黏度和软Q 所有的做法都承袭鼓法 就连机器也是 那用这一台 当然第一个 也就是等于算是古董类的 它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 你用青草石 这一个下去 它本身不会磨擦生润 你不会磨擦 你用那个就是 不锈缸的话 你可想的是 它磨了之后 它一定会磨擦生润 它的品质一定会变 超过八十年的搅拌机 制作出无数的虾丸 也为施家撑起这份 传承四代的甲骨事业 第三代老板 刘晋青虽然身为女婿 但面对这份工作 仍战战兢兢 原本就不是餐饮出生 从事的是汽车零件公司业务 看到岳父认真的身影 他知道自己得要更努力 才对得起这一代代的努力 平常都是他一手在操刀 你知道吗 就是他在做 然后我是在那边 慢慢地看 慢慢地看 做点记录 然后就是一直模仿 他本身所有的制作过程 不让老味道消失 清汤带出浓郁的虾味 虾丸保留了肉块口感 甜甜的虾肉 看压紧实 又不失软嫩度 搭配的肉丸也有一点嚼劲和肉香 这蝎肉 虽然你说蝎肉 但是你吃蝎肉 本身蝎肉的感觉 没有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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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